国防部在1月14日上午 于空军搜山基地举行黑鹰殉职将士宫殿典礼 总统蔡英文也到场调宴 参谋总长沈一鸣等八名已故将士 并主持追班奖章 追进等仪式 以表彰殉职官兵对国家的贡献 现场有来自各界人士前往悼念 副总统陈建仁 前总统马英九都到场致意 而这起意外事故也引发诸多反思 当然心情非常的难过 那我也跟几位的家属也见了面 当然也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他们 我们求助来安慰他们的心 这次殉职的这些长官还有这些跑者 还没有殉主 所以我觉得传福音非常的重要 因为真的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然而军人职业特殊 工作性质不易被理解 在信仰上也有其困难之处 军人工作经常就会熬夜 加班牺牲记家庭时间 所以他的难处会在这里彰显出来 鼓励军人基督徒更多的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 为单位的任务来守望祷告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单位 因为这是身为基督徒的本分跟职责 神在我们的人生的环境当中 有的时候可能是晴天 有的时候可能是蓝天 有的时候可能是阴雨 或者是乌云密布的日子 但是我觉得神有神的命令 神有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就是过好每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成为光 成为盐 能够为主做见证 愿逝者安息 生者平安 所有伤痛复原 盼望上帝的安慰领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